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都坐吧 没时间刻到了 马上开会 我先声明一下 今天我是以湖南省委的名义 来召开这个会议的 湘南的革命形势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跌宕 陈州为什么会丢弃 这是毛泽东 没有执行省委的命令 没有及时把井冈山的两个团 调到陈州所造成的 周鲁同志 我劝你把旧账放一放再算 你说我从陈州撤出来 是毛泽东支援不及时 那么朱德同志从磊阳撤到这 那又是谁支援不及时呢 陈主任说得对 我们农三师 不也从仪彰撤出来了吗 陈毅 少海同志说得对 这样责难毛泽东同志 是不公正的 事实恰恰相反 如果没有井冈山 两个团的侧应 我们湘南革命军的几路人马 就不会这么顺利的 集结到这里来 我只想说一句 就是现在 毛泽东同志还带病 坚持在接龙桥的阵地上 还在带领一团 阻击敌人 掩护我们撤退 朱德同志 陈毅同志 还有胡少海同志 我想问你们三个一句 你们能不能承担 造成湘南革命 遭受如此重大挫折的责任 不能 那应该由谁来承担 当然是湖南省委 难道不是吗 省委的烧杀政策 是造成沉舟暴乱 一武襄南革命的根本原因 你要为你的信口开河负责任 首先应该负责任的是你 好了好了 别吵了 这样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我们只需要统一一个问题 那就是下一步 部队的前进方向 和随队群众的处理问题 这个问题还需要讨论吗 金刚山 大部分属于江西城所下 这和我们湖南省委 尤其是湘南特委无关 所以去金刚山之意 不许考虑 现在有很多同志 对毛泽东的上山下湖 有某种向往 却忽略了我们革命的中心 我们革命的中心是什么 就是夺取城市 而不是跑到哪个荒芜人烟的山区 去逃避战争 有些同志就是看不到 革命形势高涨 你心想钻山高高 信奉逃跑主义 在这里我是客人 本来呢 不应该多嘴 但我是建议你们上金刚山的 所以还是说几句 在中村的时候 毛泽东同志向周鲁同志 提出一个三权之策 我认为这个决策 是具有远见的 高明的决策 如果你们不去金刚山 那我们只好告辞回去了 另外我想说一句 为了侧应湘南革命军上山 我们是付出很大代价的 临下山的时候 我们本打算留下一个银看家 但是周鲁同志不肯提准 一定要我们倾巢而出 结果导致敌军趁虚而入 金刚山 遭到浩劫 我是奉中央和省委的指示行事 可是你带来中央和省委的指示 都是老黄礼了 那是几个月前的事了 我的周鲁同志 这些指示符不符合 现在的实际情况 你丝毫不听下面同志的 合理意见 你带有极端的情绪和个人偏见 硬性地推行中央的指示 我看你这是对中央对革命极不负责任的表现 我同意 你们既然执行省委的指示如此坚决 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还要坚决地沿着相干大道 烧出一条无人区来 注意不要抬杠 这不是抬杠 恰恰是肺腑之言 人必自污 而后人污之 我们对上级派来的特派员是很尊重的 可是你应该做出值得让人尊敬的事情来 什么是威信 不是摆架子 不是吓唬人 就是看他有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这样的主观武断 这样的意气用事 这样的不讲道理 怎么能有人心 又怎么能让人尊重你呢 湘南的危机是谁造成的 当然原因是很多 可是一个火烧沉舟的恶果 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那是反动派的挑拨 你说的话符合实际 但是我们想一想 一个被敌人利用的政策 其正确性是不是值得怀疑 我认为你们对毛泽东同志的责乃 是很不公正的 如果他没有超长的坚韧和自信 是很难承受得住的 他带领部队 为了接应我们上井冈山 到现在还在战场上浴血拼杀 难道他是为了个人吗 当然不是 他是为了整个革命事业 我与毛泽东同志 素未谋灭 但是 从这里可以看到他 宽阔的胸怀 都说我陈毅好争 好放炮 好 现在不是讨论部队的去向问题吗 我陈毅就再放一炮 你们就是把刀架在我脖子上 我也要上井冈山 护士长 你是回宜璋吧 不 现在回宜璋很危险 那是下策 尽管我们是有很多同志 不愿离开家乡 但他们也不愿走绝路 上井冈山是唯一的出路 同时希望 你们也上井冈山 这样最好 我代表毛泽东同志 向你们表示真诚的欢迎 特为是绝对不会走这条路的 既然如此 道不同不相为谋 看来我们只能和你们分道扬镳了 会议就开到这吧 别意气用事 如果你坚持要分道而行 那只好分道扬镳了 少海 是 明天派一个连 护送特派员 那就不必了 特为还用不着你们怜悯 这次分道扬镳的后果 中央和省委一定会做出结论的 我们走 朱军长 我想跟你们上井冈山行吗 你是 我叫曾志 是湘南特委秘书 好啊 曾志同志 你愿意去井冈山 我们非常欢迎 但是我们更希望 特派员和湘南特委的同志 能回心转意 希望你能 配合我们 再做做工作 好 我们已经打退了敌人 第十六次冲锋了吧 是啊 看来敌人是强弄之末了 派去二团的人 还没有回来吗 没回来啊 听啊 等打完这一仗 你知道 最应该做的第一件事 是什么吗 什么呀 洗个澡 洗澡 洗什么澡 你看看你自己啊 都像舞台上的大花脸了 你这样怎么去见朱德和陈毅他们呢 你这个何大书记 可别为我们井冈山人丢脸呐 你笑什么呀 我没说对吗 毛伟员 我在你面前 我这张脸哪 顶多算个二花脸 你看看你这张脸 毛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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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了 张团长受伤了 你说张子卿 对 伤得重了 伤得不重 就伤得不是地方 伤在什么地方了 是脚脖子 伤到脚踝骨了 走 看看去 毛伟员 来来来 毛伟员 子卿 毛伟员 我没事 我看看 还说没事 这是大事吗 真的没事 就是不能走着去迎接朱德了 你们准备把他往哪背 先背到山路口 然后用担架抬回荆杆山 我来背 毛伟员 毛伟员 毛伟员你放下我 毛伟员 我求你了毛伟员 子卿 我们一定要一道走下去 走 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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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利索一点 部队要出发了 还用得着你催呀 早就收拾好了 走吧 看看周禄通知去 周禄军长 周禄军长 军长 周禄他们走了 怎么说走就走 连个招呼也不打 昨晚他们一晚上都没睡 天没亮 就领着特委机关走了 我劝他们再考虑一下 找你们商量商量 可他说什么都听不进去 还骂我是叛徒 这代还乡团很猖狂 他们这一走 雄多吉少 带上一个脸 你我都去 好 你们两个也去 我们一起去 好 休息一下吧 我们在这休息行吗 放心吧 怎么说我还是个军事部长 在这休息比较隐蔽 同志们 把东西放下 就地休息 好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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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住手 放下 放下 我们让人包围了 好 不可能 这根本没什么正规部队 管什么部队 反正被包围了 快 你在这等着 我去死老子 警卫班 跟我上 快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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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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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 快 快 跟上 跟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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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人判中田 小孩判过年 我多问几遍 心里不是高兴 听呀 把你的伯克枪借我背一下吧 这可奇怪了 猫园 你从来都是爱枪不用枪的人 怎么突然想起要我的伯克枪来 背起伯克枪 师长见军长嘛 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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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诗 从此武装起义的两大主流合在了一起 两双改变中国命运的巨手握在了一起 井冈山之路与中国革命的胜利连在了一起 两位伟人的姓氏也合在了一起 朱毛这一时代凝成的词汇 在长达二十二年的时间里 成为中国革命军队乃至整个革命力量的象征 猫园来了 周军长 润芝 玉杰兄 玉杰兄 润芝 我们来拜访你了 我们再次功夫多时了 好 谢谢你给我们找了这么好的地方 好 玉杰兄 昨晚睡得可好 睡得是非常好 好久没有睡上这么踏实的觉了 远之啊 听说你喜欢夜间工作 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为了拜访你 我可是一夜没合眼哪 毛委员 陈毅同志 听说你从投身军事生涯开始 一直在部队当党代表 搞政治工作 你我可是同行啊 我陈毅怎么敢和学府五车才高八斗的润芝兄 望成同行呢 以后还望毛委员多多指教 指教不敢当 一起苦读寒窗吧 好 你这个大名鼎鼎的王尔卓 大家都尊称你黄埔老大哥呀 细称而已啊 哎 你的年龄不大正是风华正茂之时 怎么留起胡子来了 啊 他曾经发过誓 不打倒反动派 不捡胡须啊 是啊 真乃银银银银银银骨啊 毛委员 你过奖了 毛委员 胡盘早老先生刊登的悬赏急报子的启示 哼 让毛委员见笑了 应该说令人肃然起劲啊 背叛阶级 为追求真理而奋斗 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才有的大情大义啊 报告 啊 黄克诚向你报道 啊 又是一个孔夫子的门徒啊 啊 虽是文人不训武将啊 永兴县赤色警卫团党代表 兼参谋长黄克诚 我们这边有个裸眼镜 你又戴了个黄眼镜 戴上眼镜四只眼 两个眼镜八只眼 都是做政治工作的 而且搞的都比我们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看的都比我们清楚啊 余杰兄 总不能让客人老站在你们家门口吧 诶 词言差矣啊 我是客人 你才是真正的主人哪 那我们是一家人了 那我们就不分主客了 对 请 请 请 这栋房子叫龙江书院 建成于1840年 也就是清朝道光的庚子年 据说啊 是由三个县建的 宁钢 查岭和陵县 三个县的客籍申民集资修建而成 当年啊 他是个最高学府 还出了好几个进士呢 看来我们也得办个学啊 我一直想办一个军官教导队 我看放在这儿就挺合适嘛 是不是啊 他们出秀才 我们呢出将军 余杰兄啊 你我想到一块去了 要不是那个特派员周鲁啊 搅这么一阵子 我们的军官教导队早就搬过来了 你们俩可真是心有灵犀啊 猪毛猪毛 猪身上总得有毛嘛 周鲁他们就这么没了 我一人生还呢 真是个悲剧人物啊 周鲁他上了金刚山 我们见面就争吵 可我 连一顿像样的饭 都没有招待过他 抽个时间 给他上上坟 我还欠他一盘炒鸡蛋呢 余杰兄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好 好 长工 来来来 泽谭 来 你们两个特使奔波了近半年了 总算是完全彻底的完成了使命 也该洗些脚了 你们两个功不可没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当着我们的面 来握个手 好 好 长工同志 辛苦了 泽谭同志 你也辛苦了 来大家坐 余杰兄 来 坐 你好 好 余杰兄 这个会的开场白还是由你来说吧 任志尚锦刚先与我半年之久 理应由你来主持吗 不 论年龄你是兄长 论职位你是君长 在梁军会试之前 我跟婷颖说 背起伯克枪 师长见君长 任志兄过谦了 革命资格论党龄 可不论年龄 你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 我 这是个新党人 你是农运大王 我只会武枪弄棒的 现在可是会武枪的吃香了 我在八七会议上 曾经说过一句话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我们党啊 要再不抓枪杆子 武枪杆子 那就会吃大亏啊 你们南昌起义的余部 历经了千难万险 相干越三省的敌人 都打不垮你们 队伍呢反而越来越壮大 真让人佩服的很啊 真要感谢你们的秋手起义部队啊 如果不是你们下山驰援湘南 掩护我们转移 说不定啊 我们和周鲁走的是同一条路啊 听说你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近岗山好多地区遭到了浩劫 也牺牲了不少同志 张子清团长还为此负了重伤 周鲁长所说 可是我们所有人的心里话呀 有德总会有失嘛 一份付出就会有一份收获 你们来了 我相信景岗山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现在我们的部队实际上是来自四个方面 称得上是五湖四海 一是你们南昌起义的部队 二是秋收起义的部队 三是湘南的部队 四是景岗山的农民自卫军 也就是王左 袁文才二位的部队 我看是不是河边称一个军 这样就声势浩大 也便于统一指挥 再找个合适的机会啊 开个会师大会 把旗号打出去 好 我们也正是这么想的 会师会师嘛 就是要会在一起 抱成一个团 咱们现在可有一万多人了 尽快的统一指挥非常有必要 现在完全可以合编成一个军 就看用什么番号吧 我们秋收起义的部队 用的是功能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号 大家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旗号继续沿用下来 称第一军很恰当 我们是全国第一支军级建制的工农革命护装 一提起第一军 我怎么就想起国民党第一军军长和英卿来了 我很讨厌这个家伙 还有蒋介石也当过一军的军长 我倒有个想法 大家看看怎么样 刚才认知讲了 我们这支部队来自四个方面 加上部队中的主力 又都是第四军的老底子 为了表示我们继承北伐时期 铁军的光荣传统 我看干脆就叫中国工农革命军 第四军 叫第四军好 敌人听说第四军 因为起码有第一军 第二军第三军 可以虚张声势 吓唬吓唬敌人 是 四军就四军 咱们现在是远离中央也远离省委 只好先斩后奏了 我看尽快地把这个会议开了 会议就定为 庆祝两军胜利会师 即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大会 就这么定了 就定在四月二十五日 我们在会前还有很多工作要研究 看定哪天合适 趁热打铁 准备工作我看有个三五天就够了 好 那就放在五月四号吧 我看这一天有象征意义 好 就定在这一天 雪菜难道 你们看会议安排在哪比较合适 就安排在龙江岸边的沙洲上吧 那个地方够大 塞他个三四万人没问题 是吧 好 时间定了 会场也有了 关键问题就是部队的编制和各级领导人的安排问题了 现在的情况是无法靠中央来任命 我看只能通过酝酿讨论和选举了 看来朱军长想提升是没有指望了 还是干你的军长 陈毅同志还是干老本行 当党代表 王尔卓同志称之为黄埔老大哥 自然是参谋长的最佳人选 我可不同意 让我陈毅当党代表 你毛泽东干什么 我还是干我的师长吧 你这是不务正业 在座的可就你一个中央委员 我现在连党籍都没有了 什么 党籍没了 你党籍哪去了 被开除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周禄上山来传达的 说什么是中央的处分决定 不对吧 中央和省委的文件 我们在湘南特委是看过原件的 是啊 文件上只撤销了你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是吗 当然 不会有错呀 中央的文件我们确实是亲眼所见的 毛委员 看来周禄是记错了 误传了 我说的吗 那个魂球吃了豹子胆 他敢开除毛泽东 是不是啊 羹羽肝 他敢开除荒腹子胆 这军党代表 非你莫属 蛇你 欺谁啊 毛委员 谢谢 谢谢党 谢谢同志们 就在这儿 姐 毛委员来了 雪三哥 毛委员来了 文才啊 毛委员 毛委员 你看这房子给 没想 有得有失嘛 我找了三个碗 这以后啊 吃饭起码可以有东西成 金刚山人 为革命付出的实在太多了 毛委员 你付出的还少吗 毛委员 你看这烧破的房子有什么好看的 走吧 咱们走 对 这两军都会失了 以后咱们会越来越好的 走 哎 疼吗 不疼 小风啊 快做妈妈了吧 早呢 还有四个多月呢 好 快做妈妈 快做妈妈 小伙子 受长 啊 什么 不对 都回来了吧 啊 都快回来了 那 大龙是不是也应该回来了 大龙啊 大龙 也快回来了 不 躺下 毛委员 小枫啊 这些伤员都是你照顾的 好休息 安心有伤 好 小枫 你来 睡 好 你来 到那边我跟你说点事 子清 毛委员 朱郡长看你来了 朱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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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伤全是为我们负的 朱郡长 看你说哪儿去了 刑军打仗嘛 伤筋动骨还不是常试 你猜 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你拿出来吧 小喇叭 知道是谁给你的吗 我当然知道了 我跟他说好的 长大了 让儿子当号兵 吹出风号 小喇叭 子珍 你是在什么地方见到他的 我 子珍 你没事吧 没事 我没有见到他 是毛委员见到他的 毛委员说 大龙在湘南 可能要执行一个 什么特别重要的任务 暂时还回不来 他让你别着急 别生气 好好的 我干嘛生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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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aban 慢慢地 找到 adam 他 сем 他过了 是我咬 余 中文字幕 李宗盛